中国跳水队天才少女全红蝉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员,在十米跳台项目上,全红蝉的统治力是很强的,在东京奥运会上,全红蝉就获得了冠军,获得冠军之后,全红蝉就成了很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,大家希望全红蝉能够稳扎稳打,在未来的世界大赛舞台上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。 全红蝉参加纪念杭州亚运会的比赛,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,全红蝉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,全红蝉获得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和双人十米跳台两枚金牌,拿到金牌之后,全红蝉的心情也非常不错,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小姑娘就显得非常悠闲自得,毕竟能够拿到金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全红蝉面对采访的时候有时会后会不知所措,但是在私底下,全红蝉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小女孩,有网友公布了一段视频,在视频中大家发现全红蝉对着志愿者一顿座衣鞠躬非常有意思,她鞠躬时直接逗笑志愿者,让大家开怀一笑。 在同志愿者告别之后,全红蝉非常有意思,把自己的小乌龟挂件放在腰间,然后跳起了一段魔性舞蹈,成功地吸引了全场的眼球,看得出来,全红蝉还是有搞笑女的本色,大家希望全红蝉将这份快乐传承下去,相信全红蝉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快快乐乐地去享受比赛。 全红蝉是中国跳水队的希望之星,大家对于全红蝉的期望值是很高的,明年的巴黎奥运会,全红蝉的目标就是争取获得冠军,当然,想要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冠军,难度还是很大的,大家相信全红蝉的能力,希望全红蝉全力以赴,向着最高的目标发起冲击,粉丝们会为全红蝉加油呐喊。 在担任十米台夺冠之后,全红蝉来到了行李存放处,向亚运会期间一直帮自己存行李的志愿者小姐姐表示感谢,她直接将亚运冠军的手捧花送给了对方,随后,全红蝉还来了一套最高礼仪,抱拳,退脚,半鞠躬行李。 和志愿者们道别之后,全红蝉走向了中国澳门队的小姐姐,还故意晃悠着自己身上挂着的一大串乌龟玩偶,迷运的舞姿非常有意思。 天才少女全红蝉在这次杭州亚运会上大放异彩,为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,全红蝉目标非常明确,那就是实现未免,当然,想要在巴黎未免难度还是很大的,全红蝉面临的困难考验很多,但是大家还是希望全红蝉能够实现梦想。 现在的女子十米跳台项目竞争是非常激烈的,除全红蝉以外,陈玉希的能力也很强,这两个小姑娘都会向冠军发起冲击,在巴黎奥运会上到底谁能够拿到金牌,关键要看临场的发挥。 大家希望全红蝉能够在巴黎和陈玉希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。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,期待中国跳水队能够包揽全部的冠军,目前来看中国跳水队是具备这样实力的,相信中国跳水队一定能够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,粉丝们会继续为中国跳水队加油,期待中国跳水队能够接下来的世界大赛舞台上实现更多目标。